我们提到,小乘游四个根本部派 大众部、说一切游部、上座部和正养部 而当时藏地的僧人所受的出家戒 全部都是来自说一切游部 而九五节想要将另外三个部派的戒传 也都传入藏地 这样以来,藏地就可以完整地具备三个部派的僧团 但是,由于在此之前 印度的部派之间就有互相争吵不合的先例 因此,Jom Dunbar就觉得 藏地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所以,就制止了九五节建立四部僧团的打算 所以,甚至今日,藏地所有的僧众都是属于说一切游部的僧团 总而言之,九五节的这种种种计划 最后都未能实现 连他自己也感叹道 不让我讲秘法 不让我讲这个多哈金刚歌 现在连僧团也不让我见 那我来藏地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几十年之后 米勒尔巴尊者也曾经对杠伯巴这样说过 藏族人太笨了 不让阿底侠尊者这样的精通秘法的人 讲说秘法 简直就是愚笨至极 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接着来说九五节 九五节住在拉萨的这段日子 生活还是很充实的 他每天都在不停地转绕 就是这个大招四 天天转,日日转 而这个莫医师呢 有一天听说 之前九五节在三耶四转绕的时候 有人看到他不是双脚走在路上转 而是在半空中绕着三耶四转 所以呢 莫医师也是特别的好奇 心想会不会在拉萨 也能看到这样这种神奇的事情呢 于是呢 他就偷偷地跑去观察 一看呢 果然呢 这个九五节呢 在半空中绕着大招四转 无论怎么样呢 总之呢 九五节天天绕四的这个举动啊 感染了很多的人 大家都想学习这种绕行的法门 或者说是了解一下绕行的功德和方法 于是呢 九五节就说 在所有有为的善业里面 没有一种行为 能比绕行更增长一个人的福报 比如我们在印度 曾经有很多人 因为绕了某某寺院或者某某佛塔的缘故 而成就啊 这种成就者大有人在 又或者呢 有些人因为绕行 治好了腿肿等等疾病的 也都不再是少数 听他这么一说呢 越来越多的藏族人就开始 转绕这个寺院和佛塔 包括现在呢 大家都大家都去藏地的时候 都会看到很多的藏族人 每天都在不停的绕行寺院 佛塔神山马尼石等等 什么都绕 这可能也是来自阿底下尊者的启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古印度呢 就有绕行的这种习俗 而且我们在佛经里啊 会经常看到一些 比如绕行佛塔三圈 然后呢 在顶礼的类似的这种描述 但是呢 这个传统呢 在汉地并没有流传的特别广 只是藏地有这样的习俗 所以呢 这很有可能是跟九五姐有关系 除此之外呢 九五姐在拉萨的时候呢 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九五姐每天就这么绕着大招式啊 心想以前的这个占卜建了这么好的一座寺院 那在这个建造的时候一定有很多有趣和神奇的故事 都不知道他建造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就一直都在琢磨这件事情 当时在拉萨街头 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女启干 她呢就每天坐在街头 以织毛衣毛线为生 风风跌跌 衣衫蓝绿 所以呢 人们称她风女 她支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有的时候呢 不管你给多少钱 她也不卖 有的时候呢 就算分文不收 她要送给别人 不管怎么说呢 那有一天呢 九五姐碰到这个 碰到那个风女 她就把九五姐叫到路边的一个角落里 低声的说 你想不想知道这个大招式是怎么建成的 听她这么一说呢 九五姐就知道 她是绝非凡人 可能有点像是鱼前女或者空姓墓之类的人 虽然呢 当时在街头没有办法对她行大礼 但是呢 九五姐默默的对她心怀恭敬 心中对她有俯首礼拜 然后呢 回答她说 当然想知道啊 于是呢 这个风女就说 那您就去大招式里面 找到一根有标记的柱子 然后呢 在它下面啊 往下挖大概两米左右深的这个位置 就能找到相关的文献藏在那里 但是呢 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了 九五姐听后呢 立刻赶回了大招式 挖地三尺 果然呢 就找到了那本文献 但是呢 九五姐发现啊 有一个神仙 保护着这个小包子 当时呢 这位神仙就 对九五姐说 您可以把 这本书拿回去抄写 但是只有一天的时间 能抄多少就多少 过了今天就没有机会 于是呢 就是九五姐就赶紧叫来 适者南角波等人 一共四个人 抄了整整一天 因为时间仓促了 而且呢 纸墨也不够 虽然有些 啊 潦草 但是呢 绝大部分都抄好了 剩下一点点没有抄完 不管怎么说呢 最后 九五姐把这个文献呢 还了回去 然后呢 把这个手抄本呢 交给了南角波 吩咐他说啊 这部书的这个守护神 有点厉害 你一定要看管好 而至于这位余浅女的事情呢 他却只字不提 直到有一天呢 九五姐突然说 啊 那个余浅女 原济了 我看到很多天神 过来迎接他 南角波就问 什么余浅女啊 谁啊 朱吉说 就是那个街头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那个疯女啊 于是呢 南角波就特意跑去街头 发现那个余浅女 果然 刚走不久 那么这部文献 就是一部 福藏法 啊 现在我们还能看得到 所以呢 第一圣 蒋公康主仁伯齐 所写的 白福藏诗 传记当中呢 阿底下君者 也被 类为 福藏诗之一 当然呢 关于这个福藏法呀 有许多许多非常神奇的故事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讲 就这样 九五姐呢 大概 拉萨呢 就待了一个冬天 春暖花开之后呢 莫 抢救主念 迎请他前往圣地 扎椰巴 在那里呢 军者传授了一些灌顶 而且翻译了很多密教的成就法 据说呢 也正在 这个地方 他讲述了著名的 嘎当祖师 问道路 接下来呢 不久之后 九姐一行人 再次启程 前往野堂 所以呢 九姐人生的最后的时光呢 基本上都在野堂渡谷的 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听说 九姐住在野堂 都不远万里 慕名而来 其中 不法 很多名师大德 当然了 九姐的弟子 大人物 哭吞也来了 而且呢 还有很多 在家人 密咒师等等 总之呢 形形色色的人呢 都敢来 此地 于是呢 九姐呢 就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需求 给予不同的 教授 但是呢 总的来说呢 对僧俗二众 讲说最多的 还是 皈依法 皈依界的利益 还有相关的 学处等等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么一来呢 大家在私底下 又把九姐的名字 改成了 皈依师 这段时间呢 藏地很多的名师 都来到了这个野堂 他们纷纷 请求九姐 广说 般若八千颂 那九姐呢 就问大家 你们想让我 让我知道的这个内容范围来讲呢 还是 以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呢 众人答道啊 就按照这个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吧 于是呢 九姐就只是按照内容的范围 非常简要的 大概的讲了 讲而已 很多的名师就听了之后呢 就十分的不满意 有的甚至就离开了野堂 人们都说 这也讲得太简粒 也太简短了 当时呢 据说在场的纳索医师 有点像是开玩笑似的 对库敦说道 九姐呢 教授口诀方面的确厉害 但若是讲经论道 还是比不上你呢 库敦一听呢 马上说道 说得极是 讲经论道 还是老子我略胜一筹 不管怎么说呢 大家好像对这个九姐有点失望 准备吧 这个时候呢 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心有不甘 所以呢 就再次请求九姐 请按照您知道的内容范围 再讲一次吧 九姐就答应了 于是呢 这一次呢 九姐讲得非常的仔细 想尽 众人一听呢 茅塞顿开 交口称语 都说 九姐果然名不虚传 后来呢 有人把 这次波人讲说呢 做了笔记 所以呢 这个讲说的传承 就保留了下来 叫做康派波人 那么大概就在九姐 七十岁左右 也就是晚年的时候 他基本上 已经不太会去讲法了 只是偶尔说一些道歌 这些道歌呢 后来也有翻译成了藏文 那么闲暇的时光里啊 九姐会在他住所周围 走一走 转一转 看着花花草草 山山水水什么的 他尤其十分的赞叹西藏的水 这么的这个清澈透明 他说 在西藏累积福德 只需要供水就足够 印度气候炎热 没有藏地这样清凉的泉水 所以呢 九姐基本上 每天都会供水 其实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 供水供碑的这个传统啊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 嘎南派的 九姐就这样 每天散步的时候 有一天 就想起 转敦步说过的话 年堂的花 连冬天都会开 于是呢 他就问转敦步 你说冬天开的花 到底在哪里呢 转敦步就给他看了一种叫做 刺利的食物 这种这个刺利啊 其实应该算是果实 不太算算作花 长得有点像是带刺的黄性 反正呢 这个转敦步就给他看了这个刺利 就有几一见 就说 好吧好吧 只能勉强算 你没有骗人罢了 不过呢 在藏地啊 的确有一些特别漂亮的花 是上好的供品 虽然 你把不是花的东西呢 就是当场花 当场的花 看来你们很喜欢花嘛 那么我会加持这里 将来能够长出 很多的花 所以呢 从此以后呢 直到现在 鸟汤长出了 很多以前没有的 各种各样的鲜花 九五姐呢 不仅这个喜欢花草啊 而且呢 也特别喜欢小动物 每天在溜弯的时候 她都会跟不同的小动物聊天 比如说 她对着小鸟啊 就问人家 请问小鸟 你今天好不好啊 等等之类的 这种各种对话 而且她 尤其是喜欢小狗 经常呢 就把这些小狗呢 抱在怀里 一边抚摸 一边说 小狗大人啊 今天好不好啊 这辈子投胎成了这样 都会以前做的不好 所以要记住 然后呢 库顿呢 旁边看到 就说 上师啊 你一点都不知道 怎么做个大人物 九五姐一听 立马说道啊 我才不要做什么藏地的大人物 就会损坏我的慈悲心的 那之后之后呢 就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 就是不久之后 阿迪西亚州 就是卧病在床了 那个时候呢 就是很多人 为他修法起伏 而他本人呢 只要见到一次本尊 身体状况 就会稍微好起来 但是这样反反复复啊 很多次之后呢 九五姐的这个身体呢 终于还是一日不如一日 所以后来这段时间呢 他说的很多的法呢 感觉就像临终一言一样 不管怎么说呢 在你他的这段时间里啊 九五姐和纳索一时呢 一统翻译了很多闲密的典籍 而且呢 长久以来呢 九五姐在藏地宣讲的很多法 都是纳索一时的这个 支持和请求之下 才实现很完整的 完成的 所以可以说是纳索一时是 九五姐在藏地最得力 最形影不理的一时 所以呢 人们呢 对他尊敬有加 管他叫阿舍利 也叫 也叫 也就是师父 基本上呢 尊敬他的这个程度啊 跟对这个九五姐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纳索一时可以说是九五姐在藏地啊 最早是最早认识的人之一 最早认识的人之一 在很早的时候 有一次在尼泊尔 他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 九五姐对这个纳索说 有一位拿若巴的弟子 就是一位班智达 叫做 阿河塔尔 加拉尔亚的 他有一些龙树菩萨传下来的密集金刚的口诀 我一直呢 都很想接这个法 但呢 始终没有机会 于是呢 他就嘱咐 纳索医师在尼泊尔安排一个人 想办法找到这位半智达 然后就在尼汤 纠结卧病在床的时候 尼泊尔那边传来了消息 说这位半智达现在在尼泊尔 于是纳索医师就马上把这个消息 传达给了纳索 纳索说我已经很老了 没有力气再去听法了 再过大概十个多月 我就会去斗帅天 在弥勒菩萨坐前听法 虽然我们两个已经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无始以来 我们在轮回当中都是独来独往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一直在一起 不如你现在就走吧 去尼泊尔街这个法 不要留在我身边了 听他这么一说 纳索医师就是声泪俱响 一再的请求 九二姐让他留下 但是最后九二姐还是说 是你把我请到了藏地 我的法脉 你都全部了如指掌 虽然看起来你现在不应该离开 但是学习大乘佛法 总是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所以你还是早做准备 早点启程比较好 在此之前 你要先多做一些广大的供娘 然后向我骑骑吧 大概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从尼泊尔那边回来的两个人 又烧信说 那奔志达呢 就快要离开尼泊尔 回去印度 九二姐得知之后 就对那奔志达说 来生呢 我会投生到这个窦帅天 名为清静天子 那等我离开 离世之后 您就 您会绘制一幅我的画像 在他这个开光的时候呢 我会回来的 从窦帅天来到这里的 我们会再见面的 无论怎样呢 就当时的这个纳索医师呢 就心里都是万分的纠结 百感交集 一方面呢 就担心那位半志道 回 就是 回了这个印度之后 就更难领受这个传承 另一方面呢 又担心 自己一走呢 九二姐就圆寂了 万般为难之下呢 人都 日渐 消瘦了下来 最后呢 还是九二姐帮他 做出了决定 让他 即刻 启程 前往 这个尼泊 所以可以说是 纳索医师呢 可能陪伴在这个九二姐身边 时间最久的一位 在他后来 撰写的一篇 对九二姐的这个赞颂当中呢 是这样说的 在我医治您的 这十九年当中 从未见过 你的身与异 有任何问题 或者不妥当之处 那么关于这个纳索医师 没能 陪伴这个九二姐 走完 人生最后一段 时光的这个 啊 这件事情 后来这个噶丹派 有些人认为啊 噶丹派这个纳索医师呢 太不讲义气了 没有守住三面一啊 类似的一些说法 总之呢 有点像是指责他的意思 但是呢 后来噶丹派著名的善知识 夏拉瓦大师 就批评 这些人说 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些 这些许的这个福报 都是源自那所一世的恩德 所以呢 我们这些噶丹派的人啊 都是太爱 太爱说三道四 搬弄是非了 不管怎么说呢 在九五节快要这个原祭的时候 很多弟子都聚集在一起 不知道谁会来接这个尊者的一波 当时呢 纳索医师就说 虽然我说不准 但是 我学过的所有的法里面 都有过这样的教导 我们得到的所有的功德 无论是大小 全都来自于上师 那么在城市上师这方面呢 我想没有任何人能比 专丹派做得更好 所以呢 说要接一波的话 我想它是最适合的 这么一说呢 就很多人就表示赞同 据说当时大人物 云索医师也在场 他就说 云索医师怎么可能接这个尊者的一波 要论接一波 也理当有五 云索医师大爷来接才行 后来呢 九五节临终之时呢 把一些比较亲近的弟子都叫到跟前 一一叮嘱 尤其是对南九巴 广包网二人呢 特别嘱咐到 你们后半生呢 不要离开准备吧 他们两天呢 就觉得奇怪 同时师兄弟 为什么我们要去医治准备吧呢 九五节解释道 因为我会加持他 随后呢 尊者又把 转弓尊巴叫到跟前 转弓尊巴呢 见这个九节 时日无多 难掩心中的之中 悲痛 对九节说道 如果您不在了 那我还能医治谁呢 九节说 我走后呢 你要以经典为师 而且呢 在还没具备这个神通之前呢 不要做太多利益众生的事情 另一方面呢 你要尽量的去弘扬佛法 但你要知道 但你要知道佛法的心圣在于僧团 僧团的心圣在于每一位持戒的僧人 所以呢 将来你要努力的培养更多的持戒僧人 那么为了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环境 您就需要建立一座寺院才行 我们对吧 听到这句话 压力山大 觉得肩膀上的这个担子 一下千斤重 立刻说道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一来呢 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二来呢 我就是一个在家居士 三来呢 我也是两袖清风 所以呢 您的这个要求可能很难做到 这时候呢 就是求我解说 你不必担心之陷 就尽管放手去做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帮忙 那九五姐都这样说了 怎么对吧呢 也就不敢再推辞了 只好答应下来 然后呢 她说 希望来世能够再见到你 九五姐点了点头 之后不久呢 九五姐就这样圆寂了 九五姐圆寂之后呢 曾经有人问过她 圆寂之后要如何处理比较好 九五姐说 涅槃经里面怎么处理佛陀的遗体 就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就可以 所以九五姐圆寂之后呢 就在碾堂火化了 火化之后呢 就会有骨灰嘛 于是呢 趁着大家都在吃午饭的空档 枯敦呢 就拿着一个铁夹子 走向这个火化壶 火化那个炉 说道 要是我现在不拿的话呢 待会儿 我们的人就会把全部拿走的 这样一来呢 我就分不到一点骨灰了 所以呢 她就趁着大家忙着吃饭的这个功夫呢 抓走了一把九姐的骨灰 后来呢 她也用这些骨灰一点一点 做了很多的擦擦 放在藏地许多不同的地方 正因如此呢 九五姐的这个设立啊 才能够遍布整个藏地 所以呢 这也必须感谢库敦的功劳啊 那么至于后来 怎么分配给大家 九姐留下来的佛像等等遗物呢 我们今天就先不细讲了 所以呢 这个阿地下尊者的医生呢 非常概括的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如此 当然呢 她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成就事迹和维业 我们都没来得及细讲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呢 讲到这里呢 大家应该不难体会到啊 阿地下尊者是绝非凡人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她就是一个 印度和藏地的 这个佛法当中呢 最重要的一位大德 从佛法事业来讲的话呢 她是后来无数高僧的伟大恩师 传承大师 从个人的羞耻和品性来讲的话呢 她是一位无比调柔 慈悲 心怀一切众生的大成就者 我们记得 在后红旗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整个藏地的这个佛法 可以说是群谋乱舞 一片狼藉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阿地下尊者呢 虽然已是年过半百 但是呢 仍然义无反顾的背井离乡 来到了偏远的藏地 交给了藏人正性的法教 规范了戒律 整治和肃清了整个藏地的佛教 的气氛和环境 他先是把最基础 最根本的佛法内容 因我和皈依 细细地讲给了藏主人 然后呢 又次第地宣讲了 菩提心的修行法门 所以呢 直到今日呢 无论我们跟随的是藏传的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传承 刚开始入门和实修的时候 我们最先接触的 皈依以及后来学习的转型四法 或者说是四共加息 也就是人生难得 因果业力等等 这些内容呢 大多来自于噶当派 也就是阿底下尊者留下传承当中 还有呢 所谓大乘法教的根本 也就是菩提心的 在我们的教授里面 比如说 比如说 因果七支也好 自他平等也好 自他加换也好 这些法门呢 所有 所有这些非常系统 有步骤的 修行方法 也都是阿底下尊者留给我们的教授 不仅如此呢 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 藏传佛教与其他的佛教宗派 非常与众不同的一点 就是他所强调的一种 大小密三秤兼修的修行方法 换句话来说的话 藏传佛教 绝不只是专注于学习 大乘或者密乘 而是要求我们把三乘所有的法教 全部融合到一起来修行 而这些将所有的教法 毫无遗漏 全部融会 而且呢 又使其不相违背的 独特的修行方式 也就是 深受阿底下尊者的 这个影响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今天的这个藏地 能够发展出 这样一套完整全面 而且融会贯通的修行体系 很大程度上都是尊者的功劳 虽然呢 九五节当年并没有在藏地广传秘法 但是呢 他的这种佛行事业 以及他留给后人的法脉传承 丝毫不会影响 他对藏传佛教的这种贡献 和他在藏传佛教当中的地位 直到后来呢 藏传佛教能够根基稳固 新生发展 并且广传 也都和这个阿底侠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 纠结他本人的性格和为人 当然了 他本来就心地善良 然后呢 加上他对这个菩提心的羞耻 可以说他的这个慈悲 以及菩提心的这个教授 深深地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的藏族人 可以说是流进了藏族人的血液里 千百年来呢 就算是那些在藏地不识字 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 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老人家们 也都能够心怀众生 时时刻刻为了一切如母有情 而去不断地去祈祷和祝福 他们对所有生命的这种尊敬善意 这种发自内心最深处的 无限广大的慈悲心 我想很大程度上 都是来自求解的影响和 它留给藏族人的无限的加持 如果说藏传佛教的这个前红旗 有祭福大师和梁花圣大师 这样的大德 那么可以说 阿底下尊者就是后红旗的奠基人 和里程碑式的导师 虽然他没有像廉师一样 展示种种的神通变化 但是他的慈悲善良 调柔 智慧和海纳百川的这种胸襟 又是另一种不可思议的视线 也是这个世界上万劫难遇的一位大师 同时也是值得我们生生世世去学习的典范 如果我们总是觉得 自己见不到文殊菩萨或者观音菩萨 等等这些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菩萨 那么我想可以这么说 阿底下尊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观音菩萨活生生的一个化现 其实观音菩萨是谁 他并不一定是一个特定的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神 实际上他真正的意义是 菩提心的化现 或者说是把菩提心 人像化了而已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的心念 完全就是菩提心的话 那他就是观音菩萨本人 如果每一个人都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本人 如果说有一个人只是在某一个 某一瞬间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那一瞬间他就是观音菩萨 所以说实际上 这个阿底下尊者 他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展示出一个 现实生活中的热腾腾的菩提心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菩萨并非远在天边 他可以就站在我们面前 他也可以完全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当中 所以说菩提心并不是一种理论 或者书中的一种道理 它是一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生起的心 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人生的准则 也可以成为我们每天活着的 一种心态和思想观念 总之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往昔不同的这些大德 他们的这种性格和作风 并不一定都是一样 实际上呢 他们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展示给我们佛法的真意和修行的要领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一直看到这些大德们 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这种慈悲 和那些身体力行的教导 那么我们哪怕是仅仅学到了一点点 我想都会终生受用 甚至因此而有所成就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再多讲一些阿底下尊者的故事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 今天呢 已经说了很多了 我自己也很累了 所以就先讲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 天天燃灯共佛 更点亮自信光明灯 欢迎随喜护持 台湾燃灯功德会 大播正好 5032-3858 5032-3858 护名台湾燃灯功德会 我就是下无间地狱 你要敢发 各位要不要敢不敢 但是偶尔还会生气 但是佛陀还有交代 佛陀很慈悲的 不中第二支毒箭 意思是说 当你写了一个称恨心 知道错了 就停下来 不是不会生气 叫不中第二支毒箭 就像你看到一个美女帅哥 看一眼不要看第二 你不要再转过去那你就犯截了 对不对 哪有不美的 这是美啊 就是好吃啊 就像我这么喜欢吃豆浆加鸡蛋 现在不能吃 这个母鸡好可怜啊 对不对 这个母鸡一直生生生 小鸡没有鸡秒钟 全部染成肉架 公鸡啊 母小母鸡就给它捡嘴巴 开始给它打针赶快让它再生 生了八个月 全部把它卖掉 一只母鸡生了八个月 它后面还可以活 那个时候是少女而已 因为鸡可以活15年 它大概八个月 就被淘汰了 淘汰一只剩下多少钱呢 你们这边傲币差不多一块二 一块二可以买一只 为人类生了这么多鸡蛋的母鸡 所以我师父说 你救一只公鸡哦 你还不如救母鸡有功德 因为母鸡乳牛 对人类的贡献最大 问题是没地方养啊 我这个月要出国 之前还有一个居士 我说法师法师 做一个公德 我两万只鸭子给你 我说好耶 不要钱 问题是两万只要养哪里 不要钱 为什么 他们要淘汰一批母鸡 母鸭 他说不要钱 你们自己来搬就好 所以各位要有福报 所以来 法会功德 回向所有被杀之母鸭 哦啊 好 各位养成一个习惯 你提到什么 你都要记得对他慈悲 不管你提到哪一个生命 刚刚我在房间一直查电脑 第一次世界大战 澳大利亚的人死了六万多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 澳大利亚的人包括平民死了四万零五百人 所以赶快写白位 希望这两天的法会对他们有帮助 所以乃至澳纽战争 澳纽战役 这边有庆祝的 那次也死了澳大利亚人死了八千人 纽西兰死了两千多 整个那个半岛战役 连这些军队死了十七万人 但是各位你要把它记在你心里面 为什么 一直回向给他们 一直安慰他们 所以有机会多到有苦难的地方 多享有苦难的事情 因为这样对你修慈悲心有帮助 我今天这样说 我是发现因为有很多居士 很喜欢念几遍几遍很认真 但是忘了悲心 如果你忘了悲心去修 咒语金刚萨陀 你忘了惭愧心去念十万遍 反而会让你骄傲 你忘了真实要消除我慢 承受众生苦去礼拜诸佛 你拜了越多越让你骄傲 这一点会有伤害 所以执着任何一个法 这个法就变成毒 比如说你很喜欢念佛 但是你看不起人家 你是个佛教徒 但是你看不起别的宗教 那这个宗教变成你的毒 所以金刚萨说 佛法非佛法名为佛法 为什么佛陀要这样 就是怕你执着 你执着什么 那个东西就伤害 万法就像药 我想我们洗衣服就好了 脏的东西我们要加衣服 加洗衣粉 洗衣粉就是佛法 最后搓搓搓搓搓干净了 请问洗衣粉要不要冲掉 你一定要把它冲掉 你的目的是衣服干净 而不是洗衣粉 不然我就干脆把洗衣粉都放在身体里就不会脏了 所以任何一个佛法 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 小秤大秤密秤 分了很多宗派 请不要执着 你一执着就出问题 我是某某上师的弟子 我是某某法师的弟子 我是某某法门的 但是你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方法 你已经失去大乘佛教的资格 大乘佛教帮助众生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的方法 不分宗教 一切善法都是佛法 法门无量事业 学 当然我在哪一个宗派 是以这个宗派做学习 目的是要对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法门 比如说你很喜欢念阿弥陀佛 非常好 那对你来讲 每一尊佛像都变阿弥陀佛了 一样的尊敬那就对了 而不是说我只有看到阿弥陀佛就欢喜 看到他长得蓝色的 不欢喜 因为我曾经去一个道场 我要带他们念钥匙经 他说师父 我们这边是净土中 不念钥匙经 我说天啊 你有没有这个观念呢 他说是 要这样 要钻不能砸 那你看我很砸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小心 要是佛 阿弥陀佛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显现 要不要爬窗户也可以 因为你已经看到真相了 佛法的目的在哪里 修一个清静心大悲心 法是帮助我们成就佛道 帮助众生的 所以什么方法我们都要学 我发觉很多人 包括我有时候在跟他讲话 他还在那里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我还没有念完十万遍 我说我刚刚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讲什么 他没有吸收的能力 他有执着一个我 那就不行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交代各位 千万不要为了修行 除非你要出家 你千万不要把修行当做压力 我要上班 我要修行 整个抵触到了 修到离婚 修到你老公抗议 那你没有在修啊 因为修行是要用在对方身上 善待对方 今天你突然在修行 一只蚊子来了 你赶快停下来 蚊子过衣服 蚊子过衣服 你先照顾他 那叫修行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Hello, I'm Dr. Feng Yi Zhang If your household has a confirmed COVID case make sure that person uses a separate bedroom and a separate bathroom Most have mild symptoms and recover quickly with extra fluids and rest In case of these symptoms please call 119 health officials or dial 1922 When providing care wear a mask and gloves and keep your hands and surroundings clean Neither patient nor caregiver may have contact with those outside the home Make sure that the home is well ventilated If a bathroom or other spaces must be shared disinfect after every use Caregivers must also look after their own health Once care is no longer needed caregivers must quarantine for 14 days following the final day of contact Take care of the 방송 9.日天 又称日天子 保义天子 保光天子等名 日天原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 佛教说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他住在太阳中 太阳里有他的宫殿 称为日宫 他在一年之中 循环于须弥山中赴 片照四天下及四大洲的白昼 他与守护黑夜的月天对应 也由四天王管辖 10.月天 月天又称月宫天子 原是古印度崇拜的月神 佛经说他是大师智菩萨的化身 大师智亦为宝吉祥 月天既为大师智菩萨化身 所以又得名宝吉祥天 月天住在月宫中 他的身边也有许多美丽的天女陪侍 据说他有五百岁的寿命 关于月天的形象 印度和中国所传各不相同 他在印度为男性形象 佛教传入中国后 由于中国文化中也有月神崇拜 而中国的月神又被阴阳学 视为阴性 这样印度的月神 受中国月神信仰的影响 也女性化了 并且还吸收了中国月神的形象特征 他的形象通常为 美貌后妃装束 投冠中坎满月 月中献兔形 十一 金刚秘基历世 金刚秘基历世 以知晓如来一切秘密事迹而得名 经光明经记载 他是大鬼神王 与五百岁差 元都是大菩萨 为护持众生 保护佛法 他们才屈尊做了佛教的护法神 他行动十分敏捷 在佛教护法神中 以节己著称 他常侍卫在佛陀身边 得到佛陀信任 佛陀常把一切秘密要事 委托于他 佛寺常把他供奉于寺院三门殿内 其形象较为特殊 一般为红色脸堂 怒气冲天 全身肌肉骨胀 竞见刚强 明代以前佛寺都只共一尊秘籍金刚 明代封神演义问世后 书中虚构的亨哈二将 取代了秘籍金刚 十二 摩西守罗天 摩西守罗天又名大自在天 是印度教重奉的主神 佛教收入摩西守罗天后 把他奉为实地菩萨 故他的塑像也为菩萨形象 头带宝冠 身着菩萨装 骑白牛 八臂三目 手持福子 灵 楚 举尺 地下常略去白牛 大自在天 主要为密宗重奉 密教把他视为大日如来的化身 他的诸种形象 也主要出现于密宗寺院里 十三 伞之大将 又称密神 他原是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夜叉神 为北方菩萨门天首下八大神将之一 他统领二十八部天仲 经常寻醒时间 赏善罚恶 有人说他是鬼子母的二儿子 但多数认为他是鬼子母的丈夫 他的形象为金刚模样 面为红色 满脸怒气 手持降魔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